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制度就是伊斯兰的 允许多期的制度 阿宏分别从古兰 圣训正面的角度 给我们介绍了伊斯兰 在这方面的一些规定 那么在这一期的南部当中 我们将和几位阿宏 继续探讨这方面的话题 先请王勇吴阿宏 给我们写作为一些介绍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 Summa alhamdulillah Nahhmaduhu Islam的一副多期制 我们很多人在韵词上 已经将这个专有化了 实际上一副多期制 不属于伊斯兰的专利 不专有是属于伊斯兰的 这就是一种误独 人类历史上 所有宗教 所有民族都是一副多期的 而恰恰相反的一件事 古兰经是唯一鼓励 并先进一副一期的 对 除此之外的 无论是犹太的经典 基督教经典 基督教经典 印度教的经典 佛教经典 其他任何宗教经典 都是多期而接着 无限多 没有切知 而且呢 我们看到 佛陀经 喇嘛经 撒经 还有犹太人的 塔摩德经 都是多期 无休止的多期 犹太的 神职人员 拉比 很多人 几位棋子 甚至是 几十位 几百人 为的多游 那么 古兰经是 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部 严格先进一副一期的经典 除此之外 佛陀经 喇嘛经 还有 印度教的撒经 犹太教的 塔摩德 等等 所有的 经典当中 它是多期 甚至多得无限 印度教的 教职人员 上层人士 当中有很多人 是多期的 几百位的独有 而且印度教的 非常著名的 史诗公众人物 他的父亲叫 塔斯达拉 他是当时的一个国王 他有几百位棋子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各受印度教的人 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而且 还有一部分 犹太人 迁居到阿拉伯国家 和这个西班牙之后 一直到 十九世纪的时候 依然还是多期 而且 这些犹太当局 以及犹太教的人士 比他早四百年前 就认为的法律 已经禁绝了多期 但他们依然还是多期 无论是从经典角度来讲 还是从人的行为来讲 切实的角度来说 来讲的话 所有宗教都是 提倡 无限多期 而古兰经史的 宗教经代当中 唯一一部 严格限定了 一夫一妻的宗教 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鼓励一夫一妻应该说 鼓励一夫一妻 限定了一夫一妻 也就是说 他更侧重一夫一妻 但他却允许一夫多妻 那么我们为什么 用这个词呢 一个是允许 一个是提倡 一夫多妻是 伊斯兰的允许现象 但并不是提倡现象 提倡的话 人都要去做了 允许是 只是根据个人情况 比如说 我们的很多女人 不能生育 那怎么办 男人通过第二个老婆 来生孩子 留后 传宗接代 她有这个方法的好处 那么从男女的 这个本性和人的生理 需求角度来讲的话 女人专注于一个 而男人 他有多方面的需求 所以男人在这方面 需求是非常多的 所以郑主古兰经文 这样规定的 实际上是符合人的 本性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 从男女的性功能的 承受能力上 男人强于女人 如果说一个女人 嫁了多位男子 那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 她无法承受 多位男士的 这个行为 那么作为男士的话 一个男士 她应付几位女士 是没问题的 她是从这个 胜利功能上来说的话 她是符合 她的男人的 胜利功能的 所以 她是允许 一夫多妻 这个前项 除此之外 我们还必须要强调的是 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来讲 伊斯兰对 人们的行为 签定了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绝对命令和提倡的 比如郑主的主命 绝对要做 穆斯林必须要旅行的 必须要去做的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是 你做了 对你有好处 鼓励你做 这种第二种 第三种是 你做也行 不做也行 它是属于莫巴 属于允许的 可有可无 你做也行 不做也行 这种 第四种是 你做了 是不好的 但是不定罪 没有罪 第五种是 严格禁止 谁做了的话 是有罪的 郑主要给你定罪 这么五种形式 那么一夫多妻的牵象 它是属于中间的第三种 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 也可以不选择这样 做了没好处 不做了也没坏处 也就是说 这属于你个人行为 就是说它允许你 娶多个老婆 娶四个老婆 或者娶多娶个老婆 是可以的 不娶也是行的 可以的 根据你个人的选择 但是你要娶的话 坚决不可超越四个 四个是封顶 它主要这个 在伊斯兰教法的条款的时候 它是处于 可有可无的状态 你娶多个也行 娶一个也行 看着办 根据你的意愿 根据个人 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那么比如说有些地区 根据一些国家地区 对 比如说有些地方 这个炎热带 高热带地方 那么男人的性功能 比较发达 他可能跟这方面 有更多的需求 那么一些地区 男人的这个胜利功能 很一般 他承受不了多个妻子 对吧 他应付不了多个妻子 那么你根据 各种情况来选择 那么有些地方的话 通过国家的 总体法律上来 它是严格限定的 比如说可以两个妻子 或者是严格的 一夫一妻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也不必强求 一定要多个妻子 因为它是根据 实际情况来处理的 对吧 但是伊斯兰所允许 一夫多妻的 现在是 对于符合人类的本性的 也是符合 很多特殊情况的 比如上期节目当中 我们的阿虹们介绍过的 对对对 由于战乱因素 特殊的 男女的比例 适合 对吧 那么实际情况当中 非战乱时期 也有男女的比例 失衡的现象 像印度啊 印度的周边国家 包括中国来说的话 男人的比例 大于女人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但是全世界 其他大部分国家的 男女的比例上是 男的比例完全少于女人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 全世界 在欧美国家 尤为严重 欧美国家的比例 一般都是 像美国的 400到500万女人 无法婚姻 无法哄沛 这里面另外 它有一个特别 微妙的原因是 这些欧美国家的 因为 可能是性开放的原因 或者是 婚姻自由的原因 大家这个 比较开放的 这个 所谓的民主政策的原因吧 等等一系列原因下 同性之间 结婚比例非常高 所以无法让女人 打成哄沛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尤其是在纽约 这样大城市里面 非常严重 那伊斯兰对于 同性婚姻是 严格禁止的 严格禁止 定罪是非常严重的 是定罪允许的 这个无需探讨的 它是绝对不允许的 没有什么可探讨的余地 即使所谓有感情 即使所谓有互相因素 我们可以 采取一种非常 同情达理的 仁爱的手段 去教化它 去改变它 教育它 但这个并不代表 伊斯兰法律允许通婚 伊斯兰允许 这个同性之间通婚 或者是有感情 那把它更改呢 这一切是 它不符合本性的 而且也无法解决 人类的生育问题 可以科隆和 把这个交给 医学家来解决 或者是科学家来解决 这个是扭曲人性的 甚至有学者研究发现 孩子生下来之后 从小吃的奶 是自己亲生母亲的 这个乳汁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孩子通过两年的 完美的两年 哺乳之后 这个孩子大脑聪明 说话口吃淋漓 因为他在 稀释母亲的 这个奶水的时候 他的口 他的舌头 他的牙齿 都已经起到了 非常灵活的活动作用 这样的孩子 他说话口吃淋漓 他完全符合人性 他的性上来说 如果说这样的孩子 他吃的是羊奶牛奶 或者其他的 相对来说 他会就是 沉吸一些牛羊的属性 而且比较笨等等 方面的会出现的 这是通过医学家 通过生物学家 多年研究的时候的结论 有这个现象 所以他最符合的是 人根据人的系统 来养育 成长和哺乳等等 那么如果说是 我们通过人文手段 通过科技 来一个 采取一个方式 科隆人 那么结果是 违背人的本性 失去人性 他失去了这个 人的这个母爱 父爱 他就失去了 对 我觉得也是 有失伦理的一些事情 对 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来讲 一夫多妻 他只是一个 你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不这样选择的 可有可无的 他并不是伊斯兰鼓励做的 好的 那么我们 谢谢说是 休息会 马上回来 阿Salamu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 我们的学者访谈栏目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请两位阿红 再继续给我们谈一下 伊斯兰的 回应的一些制度 还有特别是在 针对 妒期方面 它的一些特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那么 前面我们的马阿黄 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伊斯兰多妻的问题 结果我们重生了 伊斯兰的观点 伊斯兰的观点是 起场 一夫一妻 不起场 一夫多妻 但是 如果你有能力 公平地对待 多位妻子的话 它不反对你多妻 但是它有一个上限 就是不能超过四个妻子 但是这个公平 公正对待每一位妻子 这是先决桥见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 回顾一下 我们的先知 穆哈曼 他去了那么多的妻子 那么也许 不了解 伊斯兰的历史 不了解我们的先知 哈曼的生活形象的 非穆斯林同胞 会想先知 去了这么多的妻子 甚至有些敌讳 非谤我们的先知 人格的一些 不怀好意的一些人 他认为我们的先知 是一个色鬼 去了这么多的妻子 还专门的拍了一些电影 拍了一些电影 画了一些漫画 画了一些漫画 来侮辱 侮辱 侮辱贵先知的这个高尚的人格 其实这是对伊斯兰的一种敌视和这个臭话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先知 先知当时啊 他是25岁和富双 哈曼的拉网呢 他结婚 40岁 当时哈曼的是40岁 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寡妇 那么先知25岁的时候和哈曼的结婚了 那么在他到40岁 就是承担了这个使命以后啊 他一直是和哈曼的是在一块生活的 哈曼的去世以后 他才去了 后面的一些妻子 哈曼的去世以后 他去的这些妻子呢 有很多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 简短地把他的大概多妻的原因 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的先知 哈曼的撒罗拉罕 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去多妻的主要的因素就只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传播信仰 为了保存大量的珍贵的哈曼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先知哈曼的撒罗拉罕 那么承担了使命以后 特别是海底者去世以后啊 在那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所接受的外海 就是下降的古兰经 他是非常密集的 而且他当时要参加很多的一些战争 大大小小的一些战争 那么他处理的一些事情是非常多的 可以说是日理万机 是非常辛苦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一个男人他就需要对他 切心地照顾的仗迹人 那么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对他最能照顾的 能体现出这个关怀的 方方面能够照顾到的 方方面一些生活方面能够料理的 莫过于自己的妻子 对对对 所以先知哈曼的撒罗拉罕 在当时去这么多的妻子的原因 也就是为了保存信仰 记录大量的这个前期性的东西 古兰经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生训 特别是在家庭方面的一些教导 对 有关家庭是为夫妻怎么生活啊 怎么教导子女啊 这个是外人不可能整天去他们家听到的 对 这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 也许这个不是先知哈曼的撒罗拉罕 他们事前的规划和安排 但是恰恰在传播信仰 保存大量的哈迪斯 记录大量的哈迪斯方面 生人的妻子做的工作是相当大的 我们都知道先知哈曼的哈迪斯当中 传播最多的一位 我们都知道是阿波胡达人嘛 那么阿波胡达下来以后就是阿易舍 阿易舍 传播最多圣训的人之一 他传播了很多圣训 那么生人的这么多的妻子啊 这些妻子所传输的哈迪斯 一共有三千多段 在今天的哈迪斯记录当中 生人的妻子一共传播下来的哈迪斯 有三千多段 这三千多段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先知 马哈曼的撒罗斯里面 当时多妻的原因就是 为了开创一个新的社会 开创一个新的纪元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时阿拉伯社会 它是一盘散杀的 先知通过这个取妻 多妻它就是为了 让当时的这个一盘散杀 能够更加的团结凝聚起来 因为当时的部落 他们是以近亲和这个阴亲 为一种纽带关系 那么先知去了很多妻子 它是有这个政治的这种作用的 政治联姻 政治联姻 像娶这个艾布白克尔女儿 艾布白克尔当时是卖家的 古来世当中的贵族 那么在当时 人们的一种心理是什么 就是把自己的女儿 去配给这个首领 表示一种效忠 那么艾布白克尔把她的女儿 尽管只有九岁 她就去配给了我们的先知了 还有先知去这个曼尔 这个女奴曼尔 也是从政治的方面考量 所以当时的这个背景下 先知沙拉伯社里面 去这么多妻子 它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从政治考量 政治联姻 比如去欧曼尔地区 也是这种 所以他当时去了这么多妻子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为了把这些 蓝三的 这个一盘三上的 这个阿拉伯民族 能够统一地整合起来 能够整合他们的这个力量 凝聚 这是一个 还有第三个原因 我们先知 哈曼尔沙拉伯社里面 去了这么多的妻子 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县世妇女的作用 让妇女参加宣传 伊斯兰教的这个职责 那么在当时 是一个战争的年代 深入参加大大小小的战争 那么这些女人 她们没有闲着 她们都是和男人一样 她们在进行着 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承担着社会的角色和职责 处理这个伤员 教育子女 那么这样 伊斯兰也俱乐了她们的这种作用 同时也尊重了她们的人格和宗言 所以在传播伊斯兰的教码当中 这个女人发挥了她们很大的作用 所以先知多气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为了让女人参加到 这个社会的事务当中来公平 换句话说 特别在当时对女人的那种 特别不好的待遇之下 跟她们结果 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地位的提高 提高 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 是一个男宗女辈的一个 对 特别女孩生出来都要被活埋掉 对对对 特别是离过婚的寡妇是无人问津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先知 前前后后娶了这么多的妻子 没有结果婚的 就是说她娶的处女 只有一个阿姨 艾伯克尔的女儿阿姨 那么先知 那么他们的娶的这些寡妇 就是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给她们应有的人格和宗言 以康处堂怀 说到这个的话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 封建社会里面 对离过婚的这个女性的 摧残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也读过这方面的一些文章 这个不是用我们的理智可以接受的 对他们的那种摧残 是的 这是第三个因素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因素 先知哈曼的沙拉斯拉姆 都其实为了给所有的穆斯林 做一个好的榜样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先知啊 刚才说到了 他娶的妻子很多都是寡妇 他为了连续这些孤儿寡母 为了照顾他们 一生作则 以自己的行为为凯末 以自己的行为作为 所有穆斯林的一种榜样 所以我们通过看 先知哈曼的这个圣传 看他的生平 他娶妻子不是为了享受 不是为了自己的这种私欲 为了解决自己的这种生理需求 他完全是为了 给这些社会上的孤儿寡母 提供一个树心的家 给他们的生活提供来源 同时给我们所有的穆斯林 做一个榜样 一个优良的典范 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伊斯兰允许多吃 那是否就存在 像中国古代的一样大 老婆小老婆三老婆 或者说更小的妻啊等等 有没有这么一些 数据上的排列 在伊斯兰当中 或者说对他们的地位 有没有一些排列 还是说都是一样的 伊斯兰是允许一夫多妻 但是在这个妻子之间 没有分大小 没有分最悲大小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它是一夫一妻多妻子 中国的文化是一夫 你这话就是说 除了大老婆之外 后面的这不算正统妻子 而且这些非正统的 这些小妻子的孩子 都要见了这个正房老婆的时候 叫妈妈 而且他们所有家庭背后的 舅舅就不叫舅舅 谁是舅舅呢 正房老婆的后面的呢 都是舅舅 它是一夫一妻多妻子 多妻 妻子上就是只是 编了个名字的丫鬟 而且可以 说不了就是说 可以有男女关系 这种 就编了个样 这种形式 换句话说 伊斯兰呢 是如果 它给了女人平等的地位 所有女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他们的所有家庭里面的孩子 都是平等享受男人的一切 这个各方面 包括其他的这个过程 也应该是就是说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对对 并且光明正大 必须也可按照伊斯兰的 这个婚姻制度 有一些聘礼啊 有双方的这个协议啊 等等等等 这一切的规定 那么 经过周阿宏的介绍 我们也对伊斯兰的婚姻观 有了一些充分的 或者说全面的了解 也应该消除了一些 不明事理的一些人的误会 非常感谢三位阿宏 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们节目呢 到此也结束了 也非常感谢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阿 沙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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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